Hello Elle 我們今天來翻包包 今天正好是工作 所以就帶工作包來 因為它容量比較大 裡面比較 可以放很多東西這樣子 像皮夾啊 小糖果啊 現在來吃一個小糖果 然後 太陽眼鏡啊 這樣才有女明星的感覺 然後小化妝包啊 這樣子 一定會有一個氣墊粉餅嗎 然後有喉糖 然後有這個 喔這個護手霜我覺得很好 我忘了是誰送我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還蠻滋潤的這樣子 喔香水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這個 Buraito 出的這些 小香水都很好用 然後有一個刮沙棒啊 那種 這樣 刮一刮這樣 很好 如何當一個時尚媽咪 就是出門的時候戴墨鏡 因為媽媽都很忙碌 所以出門之前不一定有時間化妝 所以還是要戴一個好的墨鏡 可以遮很多醜 書啊 因為 You know 在等的時候可以看你的書啊 叫不要一直翻手機 因為一直看手機 你會發現你越來越難閱讀一本書 就是人的個性跟耐心 就越來越 越擔保這樣子 這是一個心靈的書 這樣子給你很多 有啟發的一些小散文 這樣子 然後這是一個小說 好難選喔 一定要選 以前我覺得當演員最難 但是因為我發生了很多事 我覺得我比較有一些 體悟可以挖出來這樣子 那歌手 耶啊 我那天去唱歌 我覺得我的揮子不去 還在排行榜上 我覺得蠻受寵若驚的 那表示說 是跟著你們一起長大的 因為已經二十年了 so 如果大家還喜歡的話 未必歌手也是一個考量啦 今天當然你不能 用今天的嗓子來評論 因為我有點感冒 但是通常應該還算是清脆 對 啊 最想擁有Talent啊 當然是跟Blackpink一樣會跳舞啊 我覺得舞蹈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要記動作 然後筋骨不夠柔軟 如果真的要退回 我真的想要Talent 所以我希望我的柔軟度可以更好 我覺得柔軟度真的要練 柔軟度對這個身心靈的健康很重要 so 跳舞跟柔軟度吧 好嘍 那今天我們El收包包我開箱完嘍 我們下次再見嘍 Bye